以我的时代是谈不上梦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种好奇心 人生是很短的 而且是很无常的 我不怕失败 我是怕我们不够努力 尽力而为 问心无愧 巴雷鼓天鹅湖的白天鹅 原是美丽的公主 被魔王诅咒变成天鹅 只好将变回人的希望 寄托在王子身上 以前都是王子 美女 所有的文章都讲 这是一个时代的思路 所有的文化离不了 一个时代 一个生活 一群人 本地先驱舞蹈家 舞力娟 是1960年代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芭蕾舞团的主要舞者 我现在我就会做这个了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回来 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 老实讲 可以做 拼命做 我不怕失败 我是怕我们不够努力 胡力娟是1995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和丈夫也就是已故的本地戏剧泰斗郭宝坤 携手创办实践剧场 他们育有两个女儿 郭建宏和郭敬宏 实践剧场演出需要舞蹈 吴力娟会负责编舞 排舞 她生于1939年 父母从事教育 鼓励她多多接触艺术文化 我的父母亲都是能够弹钢琴 学音乐 我们三岁的时候 每个孩子三岁一定拿到一个口琴作为礼物 以我的时代是谈不上梦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封建的文化在那边 女孩子跳舞了以后干什么 你是有毛病 怎么一个女孩子不像样 丽娟认真跳舞是从中学时代开始 1950年代 曾经发生的学生运动 助长了许多年轻学子参与文娱活动的热情 吴力娟接触到本地的舞蹈老师 并有机会向参与创办新加坡芭蕾舞学院的 Vernon Martinez夫妇学舞 这之后 他萌生了现身舞蹈的信念 吴力娟的老师 包括新加坡第一代芭蕾舞蹈家吴素尼 正是学舞的时候 丽娟已经16岁 苏尼跟我们有了这个接触了以后 我才发现舞蹈看起来也是 觉得很爽 第一是我是好奇 你用脚尖 我这个脚尖为什么没有 来一个是脚朝天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种好奇心 然后看他们到底怎么做 一些同学一些朋友就笑 他说哇你这七老八老的 你要学到牙齿掉都还没有学完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芭蕾舞 是一个对身体整体的能力的一个训练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训练系统 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兴趣就可以发展 1959年20岁左右的吴丽娟 带着自己辛苦凑起来的留学费用 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郭宝坤当时已经在澳大利亚工作 为吴丽娟物色到芭蕾舞学院 最大的挑战是时间 因为你要从小就学 我父母亲问过我 你有多少时间跟能力来跳芭蕾舞 为什么呢 芭蕾舞是有钱有闲 有钞票贵族的东西 那你老几年要跟人家跳芭蕾舞 你随便你叫的琴嘛 我的回答我用我的方法去干 吴丽娟的第一年 每天跳舞9小时 第二年每天十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跳坏地双鞋 那几年她没有回家 凡是老师改的 一天的时间一定要改对 拼命练弄 老师他说你都不用这么急 我说不行我第一年一定要完成这个 第二年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我就说不完成不行 我这个能量是怎么来呢 我一定一罐蜜糖 一罐菊花精喝牛腩 我一罐一罐一罐都是一个星期之内玩的 我的老师们怕我累死了 他们之间在讲 他说要是这个人要是再练太多的人 就让他停 立法律不准他上课 武力娟的目标是借芭蕾鼓去锻炼形体能力 将来用这个能力去创造新加坡的本土艺术 他感觉新加坡是移民社会 缺乏浓厚的艺术底蕴 需要进一步创造和发展 你发展自己的文化你要有本钱啊 这个就是我的本钱啊 吴力娟的作品横跨广阔的文化领域 她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1988年新加坡艺术节大型古区女娃 以现代古表达古老的挪文化 展现吴力娟善于将各类舞蹈融会贯通 博彩众长的艺术特点 震撼了当时的艺术节 我学习更多的东西面就更广 然后你回来你才知道怎么用啊 在澳大利亚五年之内 吴力娟从学生变成专业的舞蹈员 舞蹈事业才刚起步 她却突然收拾包袱 她很高一把包包抓起来 就是好像丢垃圾就把我推出去 我就吃不下这口气 时机到了 我就跟宝坤姐说回家 今年81岁的吴力娟 一辈子没停止过断裂形体 不过去年8月她在云南昆明突然病倒 被家人接回新加坡入院急救 那场病是肺炎影响到心脏 闭关休养两个月她才恢复过来 我一到空明的时候呢 就睡了一觉 一口气睡到第三天早晨才醒来 我发现是非常的不对 原因是因为啊 我怎么可以睡几天完全没有知觉 接着我就想 大概死 死的时候也这么回事 那也不错啊 那个死得很舒服啊 人生是很短的 而且是很无常的 说走就走 说来出来 也不能到你说 你要不要走 你要不要来 吴丽娟以前恰恰是一个相信人定胜天 所以会逆着不可能去追梦的人 1950 60年代 已经20岁上下的吴丽娟到墨尔本学专业芭蕾舞 希望把技术学上手回新加坡发展本土艺术 除了日夜赶客 生活费不够 他也得忍下来 没有时间想家 应付不来的时候 是我要一直送我今天有多少钱 我甚至穷到啊 剩下两个虚令 一直蹬着呢 怕掉掉 我们为了要看多一点演出 我们就吃面包跟喝水咯 死不了嘛 那时苏联芭蕾舞大师吴雪夫到墨尔本奖学 还颁发一份到苏联留学的奖学金 可是没有人第一时间通知吴丽娟 澳大利亚人当时歧视有色人种 不会把机会给她 吴丽娟在澳大利亚参与约20个舞剧演出 参演《国王与我》却提前结束了她 在当地的舞蹈生涯 原因是她不能忍受被歧视 跟服装人员起冲突 我开始累过头了 我们期间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 我要躺下来休息 她很尴尬 个子人 一把帮忙抓起来 就是好像丢垃圾就把我推出去 我就吃不下这口气 我回过头 我完全没有看 完全没有想 我全身飞过去 结果她满身黑筋 她就告到那个 我也说我也告到老板山 我说我辞职 坚决辞职 你处处给人家歧视 这些人只是一个爆发点 我不想去人家做耳朵公民 就这样了 1960年代 胡立娟看到国家剧场 和电视台建立 认为表演空间增加了 应该可以回来搞艺术 所以我说 嗨呀 时机到了 我就跟宝贺姐说回家 胡立娟现存最早在电视台录制的舞蹈 是一支带马来舞韵味的芭蕾舞 体现立娟想结合不同舞蹈形式 融会贯通的一种新城市 不过她发现在新加坡搞专业艺术的条件并不成熟 要建立自己的专业舞团 跳自己创作的舞 不能无头 拍这种艺术的有关的人 都不知道舞蹈是要编的 我搞了半个钟头的节目 他给我十块钱 我的一只鞋子差不多还够钱 我要怎么样走下去 我们绝对是要从零干起 1965年结婚当天 吴立娟和郭宝坤创立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 也就是实践的前身 吴立娟开班授课 建立自己的舞蹈班底 为创造本地舞蹈殿下基础 走这一步 虽然是朝创造本土艺术的梦想迈进 可是离舞蹈家的梦想就远了 我的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是我觉得我应该跳得更久一点 第二是我心里有这些矛盾 我要开学院的话 我一定要放弃舞蹈 其实这个遗憾保持了很多年 而且已经使我不愿意把我的工作来做任何宣传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就是默默一直干 我要补偿我这个遗憾的话 我一定要专心做一件事情帮她做 一九六零七零年代 实践想创造具时代气息的艺术表演形式 为贴近社会 吴立娟 郭宝坤发起农村体验活动 将学院的师生奔成各小组 到马来西亚各地去体验生活 作为灵感 用在创作 丽娟去马来西亚东岸的渔村 亲眼看到商业捕牢把鱼儿都抓完了 逼得传统渔夫活不下去 出海的男人差不多都肺脑饼 不到四十岁的人 家里两条沙龙 谁出去谁穿 医药没有 衣服没有 食物没有 渔船回来 几只小鱼 空的 可以出去一天 然后他们就冒险要出去得更远 出去十条船 九条船 没有回来 碰到大浪 你要有一点良心 你看到这种情况 你不会受到冲击吗 所以我们有一个戏叫九条船 我们要创作的东西 应该给这些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女儿郭建宏看来 妈妈致力于承担世间的黑暗 希望通过艺术来改变现状 我妈妈 你要她浓缩成一句话 什么是她的艺术的梦 这个艺术不一定是我最终要达到什么什么艺术水平 而是这个艺术是这一生陪着我走的一副眼睛 让我去表达自己和认识世界 她其实就是一个关怀人的在乎生命的一个人 狐狸圈通过实践剧场触动他人 过程中也尽力完善自己 81岁的她有什么梦 下一位 真的 是骆驼 你好厉害 我把这个期望交给下一代了 我的舞蹈我已经不干了 接下来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还是要太重要了 宝贝 吴丽娟在碧山住了三十多年 家里堆满实践剧场早期的资料和工作记录 2002年去世之前 郭宝坤是吴丽娟最心灵相通的一个人 1976年 两夫妇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 吴丽娟几个月后被释放 在郭宝坤被拘留的四年里 她守住了石剑 每年还继续演出 我爸爸被逮捕的那个阶段 我妈妈不只给家里找钱 还要给石剑找钱 所以的确是很艰难的 因为 里里里歪歪一个女人 得要照顾 你越是男的话 我越是虫 我不叫她挂心 我说我包了 我做好她 后面可能有人能够接上 我妈妈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很俐落 她在后港教课或者是排练 然后就打电话来说 我现在回家了 你去冰箱拿出菜切成一粒一粒一粒 肉切成一片一片面 然后那个水给我滚上 她就车子就飞回来 一阵风的进去厨房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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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几分钟后 三菜一汤加白饭 然后吃了过后呢 她就去厨房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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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洗了 ok 我下去上课了 她就去继续做她的艺术工作 是她的教学工作 我们就看着一阵风来一阵风走 父亲 作为妈妈 作为老师 作为女儿 作为妻子 作为艺术伙伴的 这一个任务真是很了不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 今天搞艺术在设施和资金方面 比以前到位 不过吴丽娟以人为本的艺术追求 却还在进行中 她最近一次在舞台亮相 是2018年演出小女儿郭静侯的平淡无奇 我是爱玩 我是很爱玩 自大女儿郭静侯接掌实践剧场 吴丽娟慢慢放手 大半时间在国外交流讲学 静侯希望我演了以后 也鼓励别的老人家们 也乐意来参与演出 其实人做事也无所谓你 你老的年轻的能不能 你要是觉得你愿意去走 不管你在那什么状态 你都可以去走 如果没有出国 吴丽娟每星期至少会到实践剧场一次 有时就过来看看自己一手创立的 儿童艺术游戏班 我跟宝坤就设置三个部门 一个是教学 一个是演出 一个是发展 有的就是发展 小朋友到梁老师前面坐下来 我有一个建议 跑得很快拿到球拿到了以后 第二个呢 就要给别人小的 很难跑不过你的那些小朋友 你就要送给他们 可以吗 可以吗 照顾朋友哦 其他朋友也要一起玩 照顾朋友哦 你跟弟弟讲应该怎么做 鼓励孩子融入团体 在游戏的自然状态中 培养健全良好的品格 是吴丽娟晚年最在意的事 进到课室 她去观察 观察学生 某个孩子的行为 特别近 也不可以 闹得特别厉害 也不可以 看到哪里 儿童艺术游戏班的梁冰老师 是在实践大家庭长大的 这是什么 大牙 胡黎缺老师认真求好的态度 对她影响很深 他就很专注 我一次排练的时候 在他面前转了一下 然后结果就在那边 转了15分钟 一直在试 就再来一次 然后我就给你这个字典 然后再做再做 我不喜欢学东西学一般 有头没尾的 行行业业都有她自己的责任 我们选择这个文化作为我们的责任 也就是成功失败好坏 还是那句老话 只要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实践剧场的舞蹈组早就解散多年 热爱舞蹈的梁冰 创建了一个独立业余的滑足舞蹈团 要把逐渐示威的本地滑足舞 累移下去 OK 三次回来 再出 实践的经验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尽量把东西做得好玩 我这个舞团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些 大家能够在一起做得开心的事情 有一个好的时光 我是希望后辈的人 不要辜负前面的这些人 现代的情况远远比我那个情况 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珍惜 要好好的搞出一个天地来 去年吴立娟度过了八十岁生日 梦想在她这个人生阶段 其实是越来越不具体 没有什么确切的目标需要去达成 她愿意做的 更多是献上自己的经验 帮助别人将他们的梦想去完成 我发现我要做的东西 好像很多这样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去追求 该做的就做 能做的就做 因为我现在还在干 所以没有得总结 人越靠近尾声的时候 他的时间越宝贵 就越要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其实这个人